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以下节目含粗言为语,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敬请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到8点,不扮高深,扮求均真,啤梨漫步,节目主持人,啤梨林康正 文化环节,这部电影是旧行大时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一看 这部电影有一个中女主角,一个年轻的男主角 男主角的故事就告诉人家,无论经济怎样,或者什么困难 你只要肯博,或者你准备好,你有眼光,你都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但这部电影主要是说什么呢?当时亚洲金融对风暴,韩国破产,亚洲四小龙 当然他说亚洲四小龙是红标一,他是龙头 香港就说香港是龙头,新加坡就说新加坡是龙头 台湾也是台湾,当然韩国南韩从来都不是龙头 对于我们这么说,但不是的,朴正熙对他年代那几大的财法 去带领之下,七十年代都很强的 他的强势比香港早,香港七十年代美,八十年代的金融市场 当时经济好,后来亚洲金融风暴,日积月累的病痛 制度你没有搞好,人们贪污,腐化,借钱是自己有的 只眼开,只眼闭,经济不好,就还不到钱 国家就会骨牌效应这样倒下 也有几次在亚洲金融风暴,亚洲叮不住那些国家 里面有些人自杀,就像你香港那样 但最后争论点是怎样呢 是他应不应该政府,不要说一定有很多门骗 骗人说没有事,就像你香港政府现在的航空站 明明有事都说没有事,永远都是这样的了 尽管当时民选他的政府,金融三年代 当时的争论是否应不应该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去帮忙 女主角那边说不用,我们可以韩国人可以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就是少少左胶 当然你问我们,黄总人,韩国人,即是雷士春国人 就是没有本事管理好自己的国家 你是要找外国人帮你,所以IMF就能帮你 但那个女主角就说不是 就是最后你要开放这个市场 很多韩国工人饭碗不保 因为企业可以找一些爱努来做事 降低生产的成本 那些爱资就快要控制韩国的公司 令到韩国人占不到你那份 有些就是应该是保护你国家民族 一定是市场竞争,大家自己想的 当然我就反对了 但最后他也带出一件事 就算IMF帮助你 也是走不出财富懸殊 寡头垄断 人民也是受苦的 但他这部电影做得不好 就是什么呢 就算你以前韩国人自己的肚子 都是寡头垄断 都是财富贫富懸殊 你不是说韩国人的工资可以受到保障 但是你不开放市场 你锁国不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竞争 你赚的钱又是少了 而且也挺阴谋论的 虽然事实上也是 IMF背后就是美国的控制 南韩很多的左交 所以这部电影就是去年《北韩队碟战》 刚刚说了《金正三对换戒》 这部电影也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 大家都做过对比 不过我那里有点左交 出来之后 后面一对情侣说看不明白 跟我上次看《北韩队碟战》是一样 其实如果大家平时留意一些新闻 都挺适合大家去看 他想着是不是那些情侣 看一些线情戏 V哇哇 不知道什么救韩大士多 不知道他会觉得是什么 其实里面不是怎么说经济 也说得很白的 有说人性的丑恶 还有里面说到一些官员好像很坏 要找IMF的那些要隐瞞国民 但他问了一个类主角的一件事 现在好了 根据你的方法 你最后能不能救到这个国家 你逐步离救 是不是真的能救到 不需要IMF 如果你问我们 或者看分历史 那当然不可以 当然他有点阻交 他没有答案 那时候女主角是口袭 不能回答她 事实上 韩国人 在压榨金融对风暴 当然没有本事 因为我看这部电影 以为是主要说 韩国人主要自己 见国家经济不行 去捐钱 他最后用一些文字去带国 就算了 焦点不是放在那里 其实有没有效果 见人家去捐钱 杯水车身 但是反映了 人民肯自食其力 最后韩国便捱过了 但这部电影就告诉别人 你捱过 最后也走回资本主义 不好 都是贫富懸殊 很阻礼 再看看那些照片 这是旧韩大时代 就是黑天罗 很多鬼头做过黑天罗 大家都可以看看 那个女主角不是美女 里面也没有美女的角色 就比较可憐 好 我们再看 我也看了一个舞台剧 就是由这个 香港人做的 由徐天佑 做这个《公本武藏》 欧锦唐做了《小次郎》 就是说日本的剑道 因为欧锦唐之前也做过《公本武藏》 日本剑道他之神 欧锦唐一年也有三四部 他和他老婆曼斯文尔善德亚士 搞舞台剧的剧团 他什么时候去过 是不会令你失望 是真的好看 这是我去年最好看的舞台剧 大家都知道我经常看的 什么歌剧 都经常看的 第一 他在舞台剧 我说他平时 用上环文娱对中心 合作得好 第二 是同一个画面 可以一次过交代过去未来现在 他透过灯光 透过报警 透过对白交代得非常好 很难同一时间交代过去现在未来 欧锦唐这个编剧导演 当然他有他的导演 这个剧团做得好 另外有张士敏 有黄文威 有黄文威 就是梅超峰 他演技 当然做舞台剧 都是一流 就是 徐天佑其实都不错 都是表现得 比我 他以前做电影 唱歌 唱歌 唱艳美碟弹 吉他 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欧锦唐每年都有 之前有一套 《猫星人》 《猫星人》 都好看 他以前也做过 几年前看过 他那套《性女》 对《性德》 是要看的 还做过两次 我现在进场 看过两套 关于《性女》对《性德》 大家有机会 都可以留意一下 欧锦唐他的舞台剧 和他老婆 曼斯文的舞台剧 我是很推荐的 这个就是说 你是否这十年 明天的挑战者 很出品 说回地球 这个就是北極 没有了 溶化的情况 大家都要关心一下地球 北極雄 不单是没有地方住 他全都瘦了 是十年 北極雄就死了 就是绝肿 人类被大家破坏 这个就是海洋 你看到下面那些 不是水母 是海洋的垃圾 就是那些膠袋 就是连这些魔鬼鱼都入不了 就是可以是这样 这个是山湖 十年前十年后 山湖已经是没有灑颜色 就是死山湖了 你再看我刚刚我WhatsApp 传给你的照片 这张就一行摆 哈哈哈哈 这些发生了什么事 一行摆 可以说一下 这张照片 我们都叫做相识于匿哥 是吧 是 刚刚十年前 是的 那时候我们跟陈志豪兄 是吧 还有林志光 是 什么青年智库 是吧 原来林志光 就是在这个 On Air Power那里 做台长 我不知道台还有没有在 他好像还在 他又是台长 林志光的Operator 那时候就开了一些节目 台长是世文年成员 叫做Tommy 是的 我们又会访问一下一些嘉宾 你10年前已经交流广阔 那时候就找了美女 Rachel 是 后来有任良献的程式 她的事件 有分身身受害者 是 那位是小妈妹 现在结婚 已经生了孩子 女儿都大了 就是何杰雲 何杰雲 不是 何杰雲 姐姐是何杰雲 是的 我分手了 跟沈默辉拍拖 她当时也很漂亮 我觉得她当天 我们去荃湾吃这个 是 当时我出了第一本书 八十后运动 她给我的签名 她还包括书 那些女孩子很细心 这是我们的10年挑战 回来了 十年前 一痕金也这么瘦 现在一痕头发也少了 十年前 十年前 我也算瘦 但也不是小块 也是肌肉炎 现在就再还一点 没有小度剪 对 没有小度剪 对 没有小度剪 对 不是剪 十年前 也一痕头 十年前 可以 是吗 十年前我也是穿28腰 今天也穿28腰 对 这就怎么办 真的 我们再出了一张 啤梨旅行团 接下来我们3月22日 至26日 5日4日 旅行团 今次都会去天堂之镜 又跟一样 去吉隆坡、宜堡和宾城 都是5日4日 6、5、9、9 因为现在机票也有3千多元 2月7日 报名之前是6、5、9、9 2月7日之后 我们因为机票也会去4、5千元 那么贵 就要加 黑卡会员是5、9、9、9 当然我们也会吃最美的东西 住最美的东西 比如啤梨土庆 有人说我们收5万8千元 其实那也是两年前 即2017年6月 即是吉他台的那些 可以说是不实的报道 又收5万8千元 我也想收5万8千元 第一位 不过马华仔就有说 如果买楼不如买 看到双子塔 或者200万 在吉隆坡近交的 就等于我们买富庸 和吉隆坡看到双子塔 几个楼本 放心我们全部都有 反而不是他们推介碧桂园 即是新生的那个 连马亚体都说要取代 全部大陆人 是的 又随时退去难尾 而且之前的碧桂园的人 都骗人 即是节目中说 给60万买层碧桂园 要送入籍马拉 现在证明了骗人 是没有这回事 所以你说马拉西亚专家 亦都跟香港的环境很熟 一定是我们 是吧 就是要光顾我们 你看看 我每个星期 讲马拉西亚政局 对文化 亦都跟香港这些熟 可以对比到 没有其他 如果报名 就可以WhatsApp 今天时间差不多 明天阿啤梨就会回来 即使我们过了新旺角 在啤梨频道那边 大家可以在YouTube搜索 啤梨频道就订阅 多多支持 新狗也支持 因为MHK 我未来2月新年后 也有新节目 究竟会有什么节目呢 我就先买个关节 好 拾目以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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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